幾乎是荒蕪一片 蚊蟲騙野 那這個通學步道完成之後 其實給他們很多型方面的 甚至姐姐啊哥哥 要帶著弟弟妹妹走路過來 其實他們是很順的 不會像以前說 我要閃避車子才造成危險 甚至說阿公阿嬤帶著小朋友來上學 你就會發現那個親子互動的感覺很好 整個環境 社區的環境跟 跟整個路過的人那種感覺 應該很清爽 尤其我們在空地裡 以麗美化這個部分 對燈格樂這個部分 很大的幫忙 那等到我們這一期 第五期全部結束之後 我們學校的周圍 環境步道就完成了 那也可以讓我們的居民 平常學校沒有開放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很安全的 在我們的學校的一個通學步道 然後繞著學校的周圍這樣子來散步 其實跟我們的居民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互動 跟一個親近的一個方式 掌握市政三分鐘 台南進步向前衝 歡迎收看市政三分鐘 我是林怡婷 你有沒有發現 在所生活的社區中 總有個小角落 特別漂亮可愛呢 不僅有樹音 不道 偶爾還能聽到鳥叫聲 這就是存在我們生活中的好望角 好望角指校園角落 或是社區閒置空間 在台南市政府都發局 及相關單位的努力下 進行整理及景觀設計後 提供當地居民一個休憩散步的綠美化空間 不管是在城市或是鄉鎮 都可以找到它的蹤跡 不妨開始尋找你身邊的好望角吧 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 都發局長怎麼說吧 我是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莊德良 台南市大概推動有幾年的這個好望角計畫 透過好望角這個整理之後 實際上會把這個空間 小小空間 把烏朽化成神奇 然後市民經過的時候 他也可以在這邊有一些有椅子 大家可以在這邊坐一坐 在街角這個位置 欣賞這個美麗的街景 大家也可以在這邊做一個短暫的休憩 那我們好望角這個計畫 實際上是接合我們台南市政府都發局 還有我們市政府公務局 還有教育局的經費 最近幾年裡面 我們也完成了好望角計畫 大概有126處 涉及的行政區大概有33個行政區 所以幾乎我們台南市37個行政區裡面 大概處處每個區 幾乎都有好望角這個建設計畫 我們市政府透過小小的經費 但是透過我們社區區公所 還有學校各個單位 大家共同努力 我們希望好望角計畫 可以再努力持續 有序的推動下去 接下來請收看中家新聞 大家好我是秦碧淳 歡迎收看九月二十四號 禮拜四的中家台南台湘新聞 為了講解科技生涯減水的風險 在南市安平正行支出八位已經當頭 不過因為經費超過35億 加上完工以後是要為安平獎水上到南科 所有很多議員任何不符合成本 上後在議會定期會開他的頭一天 就引起立立討論 這要議長的關係 要求其父愛進行專欄報告 為了維持南科溫甸共水 南市八位中 客棟安平在行最強的新建工廳 由行政醫院所進行 請主主持開港 也可見中央的中心 不過因為該建設經費超過35億元 加上完工以後 是拍攝中在行水上到南科 但上官成本和風險的賓國如何 電影都不知道 新聞議會開到頭一天 議員關心的焦點 議員剛才歡樂該工廳 將白客的其他人有算 因為不符合經濟環保好業 也要求專案報告 甚至提起報料有算 這要30幾億 在我們今年預算書 我們編列這30幾億 到底我們這些錢 應該是中央補助欄 還是怎樣 這我們都不清楚 而且我覺得 為安平把這些水 送到南科溫甸 可以我們的身份一方 就要40塊左右了 不必 你說不必 沒關係 你做個專案報告 我也認為說 因為這個案子這麼大 錢這麼多 應該讓大家 讓市民都可以了解 我們這個預算 編列要16年 逐年來編列 今年今天 程序委員會 我們尊重 送到議會來 本席也認為說 這個預算 先保留科目 我們先保留這個預算 在議會同仁所有裡面 我們暫時不審查 我是這樣子來呼籲 我們希望 在這個 在聲言的利用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提出 其他的方案 融續精靈的模式 融續精靈的模式 融融要來開電 會擠壓到海域到其他的 污染目 這也很重要 而且 外面說 如果 他做好 這些污水處理槍的水 沖水送到南口的 那一斗是40幾塊的本錢 我們把它收二十幾塊 剛好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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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收 剛收這麼辛苦的人嗎 10月27號的下午 做專案報告 10月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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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這個 這是議題的專案報告 那我們請到公務局的局長 水利局的局長 菁花局的局長 和都花局的局長 由我們的副市長呢 帶領 秘書長好了 方秘書長 你來這裡坐庭就好了 由方秘書長呢 來這邊 其他的我們就 原則上 這幾個科技 來這邊練習 做專案報告 議長剛才是 10月27號 中調開專案報告 回到水利局也發表 屬民會議員 表示幾個大 都已經跟吉他 港区共通 不過屬區都沒有大 屬用議館也沒有管 在這裏當 這十個水局分析 等到沒有負荷經濟好業 所以岸邊水村的好業 才是想贏救命 帶來新聞 郭文綺 郭伯毅 蔡宏布達 大陸文化中心 三十六十年關鍵 市府文化局 特別邀請明發行 市局總團 十月十七號 將在大陸文化中心 的經驗聽 演出創團 九十一年的 年度大肥 平生平降 將流傳在人群新的地区 五乎千歲跟小孩說 政大風水補隊團歲 正有國家計師舞台 我團在選團 特別選在 國師委法官地 人群新台天婦 來孤行 日前在台北 國家序教營 首演的明發行 序教總團 創團九十一年的年度大肥 本身平降 不但創下疫情 表演列出的好心節 現在受到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邀請 將身為台南文化中心 三十六十年的關鍵演出 創團九十一周年 以及我們台南市文化中心 我們是公宏齊盛 我們今年是第三十六年 一個年度大四 在我們南文新台天婦 來辦記者會來演出 有很重要的意義 因為昆心賓館 就是 對我們南昆心 這麼起源的 一個故事的描述 這個故事 這方面 提醒我們的鄉台 我們過去先人的一個故事 我們的祖先 這個故事 這方面台南市 是一個文化陀器 有很親密的文化體育 所以 在藝術戲劇的造詣上 以及在歷史 時代文化的意義上 我想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因為演出的故事 跟南昆心地區的公府前世 跟林阿公 很大公水保底有關 在南昆心台天婦 的大力贊助和市市 市府文化教教 民化的總團 也特別選在故事的法官地 南昆心台天婦 為何黨來選團 這處 我們台南市政府 這個文化局 那個局長 他在他的堪江 他們三集後 我們可以交這個兵網 這個總團 世界上的 當港有名的 當港有出名 所以說他們的演出 不演的就先風動 因為這次的隔壁 是他 五千歲 要他們說 爭地 所以教會聽說 是廁所做的 學校的代表公 的條件 就五王去大堂 那萬聖的 去聖堂 但是如果五王這裡拜拜 一定 就要去 阿公那拜拜 我們這位 回到台南出 民化中團的情勢 因為是台南 國安地的一團 跟我們這位 我們南昆心 大家用心 讓我們台南市的人 要去看他 有享受到 國家巨院的陣容 但是票價 是國家巨院的三分之二而已 這是我們 兵網總團 因為去台南成立 跟包括我們 台電話的用心 所以各位 我們贊成有獎 感謝我們台電話 當事兵 總幹事 非常非常高 昆心平革 由傳統汽車 無敵小生 孫翠鳳 扮演大千歲 承認天兵天長 大戰青年軍的陳昭婷 扮演的小孩 全局傳完兩百年 對小孩如何得到心通 桌化新鮮 新幾代前 和共享相會的故事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八億十月十七 下午兩點半 到晚上七點半 在台南文化中心 音樂聽的演出 台南新聞您跟 蔡鳳報道 兩次他無間的方式來慶祝告訴這 若然燒孝年 前選主題競以外 今年也將 核酸第一名的作品 那時應該錄影大 為止 不只紀錄老師 在無間改動的心路裡 最好指導 九州和家長團體 也都開場 演出 非常好 有有出錯的本事 聽我說 不要因為失敗而放棄 聽我說 要為目標達起精神 聽我說 從來它是至深的環節 把情形快快 找回給自己 發表會中 主題競爭競爭第一名的 文化中學生李遠浩 也在大場 祝出跟老師 合同的點點滴滴 讓現場來賓 聽到一句 也有指導在 十三番中標遊時 說要做的經紀人 而且他鼓勵 各中小精三名 跟台南做那種學生 氣氛相當為興 第三線裡 就是我們的麻豆混蛋 還有一瓶 柚子果醬 還有 還有老師 最好的 面膜 文大面膜 雅葉美容 塑膠化 那有吃的 有抹的 有喝的 果醬不能喝吧 吐麵包 但是 絕對是物操所值 那 與其 發個200塊 300塊的禮券 不如這個比較實在 那我們希望說 老子青春有助 永住 然後吃了柚子 又 保佑 平安 然後 用柚子果醬 又可以吃很久 然後 謝謝各位 我們希望說 今天的 今年的教師節 我們有 離同學的歌曲 剛剛有現場國小 團隊的影片 其實各校都可以依照那個歌曲來 自己製作影片 還有實用的禮 要祝福所有天下的老師 坦然是各位老師 都能夠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教師節快樂 今年也因為教師節跟中秋節日期很接近 所以市場也特別精神在地文壇 麗桑老師 讓今年的教師節更加聽意義 等待新聞 顧恩及郭博益 蔡宏博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等待新聞現場 旁邊的 为了拼管工也提供国家路客一个优先的用餐环境 让他们可以自己点菜 知道拐茶饭是什么特殊商质 所以市区扩大中原文菜单价位 现在是新增加日本、韩国、泰国和外南典国家 提供免费欢迎有需要的店家拥有报名 但是日本华国都也是美食指导 为了和外国朋友来享受特殊商质市 买销点菜甚至知道菜入涵 所以广工路客在推动中原文相议菜单以后 现在就扩大到日本、韩国、泰国和外南典国家 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让更多外国人更喜欢台湾的美食 台湾作为美食之都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但是需要更多的请销自己 也需要更多让台湾的美食 让许多国际人士知道 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菜单 小小不要看这是小小一份菜单 但是事实上里面大大有学问 也蕴含了台南的深厚文化底蕴 希望说大家一起来 做好我们的餐饮国民外交 广工路客这次计划有个节目50个餐饮店 给免费欢迎两种顾客35道菜 进一步提醒国际优胜观光的环境 业者他都有跟我们反映说 是不是菜单的部分可以再做优化 就希望能够让这个菜单的本身 能够有多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功能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做了这个 这是台南市的第一次 因为过去都只有谈双语 就是中文跟英文 那我们今年特别还把日语 韩语跟粤语 这些全部都纳进来 所以大家现在来到台南 我们这些多国语的语系 也都能够来回应到我们消费者 在台南识的这个需求 各位先过 有个在理会 第中夕欢迎的菜单传榜 公开提供店铁的餐客 咱们先问一下郭博弈 蔡凤博的 为了推动气候关键的观念 其实它和中心 都会没有定期 古板算得外当 希望让民众了解 关键气候 对来可以帮助别人 也能做好自己的家训 而且本年今年又特别 电视3D列印的器官 跟真的器官非常同样 希望能够让 广阵这些大体完完 这几年完以交流 器官关键的民众 也越来越多 为了让更多人 竟然了解器官关键 其实它和中心 都会古板算得外 向民众刷明相关的版本 也因为传统的官僚 任为四个必须 要保留完全的大体 所以有很多家训 都会在最后放弃器官关键 为了让观众这些大体 可以完完 即使它和中心 也特别运用3D列印 制作各种风筋的器官 放弄器官 这些大体当中 希望可以较大社会台中的运动 并实践器官关键的理念 我想大家都知道 现在在台湾的目前 有8000多个人 在等待器官的这个遗址 那很多病人 因为等不到器官的一个遗址 而结束他的生命 所以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今天 透过这样活动来宣导 器官军论这样的概念 那清美医院为了这个 在器官处理之后 能够完满这个大体 那我们特别在160年开始 就用3D列印的方式 把器官列印出来 再重新放回我们捐赠者的身上 那捐赠者呢 不管他捐赠什么样的器官 我们可以把这个器官 再重新回补回去 那里面可以大体可以圆满 也可以抚慰家属的心灵 为了高雷民众 拥有自己器官关键的行列 为生日报 也拥有舍才有得的舍得政策 这要民众家中有人 是器官关键者 当有需要器官关键的时候 就可以继续到优先的顺势 有舍才有得 所谓舍的政策就是说 如果你曾经捐出过器官 那未来你的家人 三等清理内的家人呢 未来在需要器官移植的时候 可以优先取得这样一个顺序 那所以透过舍才有得 这样一个政策呢 来推广我们这个器官捐赠一个活动 那我想这个的确 生命总是有结束的时候 那所有人呢 如果可以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还可以把自己身体有用的器官 可以捐出来 不只可以 可以 不只可以我们可以解救其他的家庭 那也可以为自己的家人呢 留下一个无价的一个价值 以及一个 更重生的一个机会 那我想是我们 台湾在器官这个捐赠这块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希望大家各位民众可以一起来响应 既然向中心护议党表示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民众感觉处理病院 这带来也将会透过通信软币 结合安宁了后算得定 让民众对器官观前有警察潜力的学生 咱们先问郭伯议 彩虹不得 这位六十四回万象白环价 因为胜膜症疼去国际关大狗热 想不到今年做生胜难死 有便宜的建议环价顾咖来报名 不过环价没大用 赞进到吉米便宜做底了 结果他们采用血管悬切术 这要成功扳回北环比顾咖的名文 放六边的患者因为空水无用于收水 很有可能因为无种空水够好 连人节制的名文 患者丢生就是因为胸胜疼 自己担忍故事冠治疗 想不到这个酸酸 差一点点就要让他湿起胸膜 患者的孝生现在说起东西的事情 也许的相当不甘 在外院就安排进行那个治疗 治疗蛮久的时间也有亲 到那个手术去做亲创 也住了将近差不多一个多月 结果都没有什么成效 就是换药不然就打抗生素 结果就是反复 那个脚结果是越来越黑 就是坏死有坏死的现象 感染就是感染科就评估说 看可能要要截肢 但是我们家属也不想说 那个走上那个截肢那条路 就没有办法刚好多 刚好邻居有看到 那个一篇报导 说起没有那个伤口处于中心 我们就赶快办出院 就马上赶车过来 专政来到吉米病院后 病院采用血管旋切碎技术 将患者比撤掉的血更怕痛 增加环博的会议流量 成功传较较较较 很多病人来医院 然后找我们看伤口 都觉得说只是单纯伤口的问题 那我们的最主要工作 除了帮他们照顾伤口之外 就帮他们找出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伤口的主要原因 那很多病人其实很主要的原因 都是因为下肢的动脉阻塞 所以我们的主要工作 就是帮他们找出动脉阻塞的问题 然后寻求一个正确的解决方式 只要能够解决动脉阻塞的问题的话 很多病人他们的伤口其实会好 尤其是很多病人来到我们医院 至于是他们寻找 就是他们寻医的最后一条线 在其他医院可能告诉他们 已经没有办法了 然后就到医学中心 到齐美医院来试试看 因此我们要帮他们想各种不同的方式 然后帮他们解决动脉阻塞的问题的话 才有机会把伤口治疗好 把他们的脚给留下来 既然以下中心扛水救护中心 运用真下救护概念 接下新增会更内科 新增会更外科 专人医疗科 内分泌及新陈代谢科 感染科 经营外科以及保理师 提供病人最完整的医疗教科 台湾新闻张苏维 蔡宏博德 新闻最后感官来关心起床 明天是好天有时多分的天气 温度28度到34度 留好记录一下 台湾边边关火热 四季到五季 向他整空去那边 感谢您收看高约24号 中家台南电影新闻 我是秦密权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